各位好,今期最紅 今天講的奧迪A5 Sportback 其實我最想講的就是 12V的Mount Hybrid 系統 奧迪有兩種,一種是12V,一種是48V 為何它用12V,不用48V呢? 有些朋友可能這樣跟你說 48V是用在大引擎,V6,V8 其實兩公升都可以用48V 最主要原因是成本問題 因為12V的電池組和48V的電池組成本相差很遠 另外一件事,為何它們要加一個Mount Hybrid 第一個原因,就是要符合越來越嚴格的排放標準 如果車廠想保存用引擎,不用全電動的話 它一定要出盡辦法去迎合新標準 其中Mount Hybrid 一個最適合成本效益的一種做法 我們現在看看A5 Sportback 新的設計有甚麼變化 第一件事的變化很明顯 就是現在這個鬼面罩壓扁了一點 立啟感強一點 整個車的跑格又高一點 接著這個架的入氣口加大了 加大了之後,又是增加了那種跑車的風格 好了,現在我們移到車尾了 同樣的邏輯,同樣的動機 就是將整架車的跑格進一步強化 雙梯形的尾喉設計 完完整整地將這架跑車化了 另一個重要的改變 就是現在它用了Matrix LED 頭燈 當我們全程用高燈行車的時候 如果它發現了對面有車的時候 它那五十組的燈彈 它會因應著照射到對方的那組燈彈 它會關掉它 避免了直接射到對面行車的司機 另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現在換了一個十點一吋的大屏幕 這個大屏幕除了更清晰更大之外 它的系統亦都加強了 用了一個MI-B 3 的系統 據說可以快十倍 但曬十倍的意義在哪裡 它就說如果我們連接它內部的Wi-Fi 它的傳輸率是每秒鐘一擊的 Wi-Fi 如果你不用 那十倍的速度也沒有給到你什麼益處 反而聽歌的話 它又連接不到CarPlay 對我來說 我寧願它可以連接CarPlay 我都不需要這麼快的系統 我現在用舒適模式加油 很爽快 這輛車如果盡有起步 190匹都可以令到有Tock Steer 這就是一般頭輪車所遇到的問題 但是它整個車架和系統會保持著車 走起上來的時候大部份時間都很忠誠 A5 安裝了12屋的微混能系統之後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 當我們慢慢停車的時候 當車速小過22公里之後 它就自動會關掉引擎 這樣就會省有一點 新的A5的190匹馬力和32.0匹的扭力 配上7前速的半自動波箱 在香港是絕對夠用的了 好了 這個12W 的Mild Hybrid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當車時速超過55公里至160公里之間 只要我放開油門它夠電 它就會關掉引擎慢慢滑行 我們剛才經過了走一些紅磚路 我發現它躺平的那些 凍凍的能力都很好 我們感受到它的車輪在那裡 但屁股就感覺不到它很凍 這個懸掛的設定是頗舒服的 試完這部新改款的A5 Sportback 整部車的確是很有跑車格的 但有些人可能會介意它是一個前輪車 覺得後驅車是否會好玩些 其實各有所好 如果你技術好的話 頭輪車都有很高的駕駛樂趣 我們會有興趣的 好聽喔 當然 我們會有興趣的 好看